4. 社会所含能力 五轻言五所俱也 社会乃多元化慧荣事也 能力似无量微臣之居其一耳 就获知能力尤为单一 一谈到社会的能力 有很多人往往就说他在社会上很有能力 当然不能否认人人都有自己的能力 但是要谈社会能力二字 统设社会 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说法 切不可轻易地称自己与社会有能力 社会是由许多方方面面融会而成的 它包括农 富 工 商 科研 军事 等等各行各业 乃至于含设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即使仅在科技一个方面 又是千变万化 各具其长 你能懂这样 却不懂那样 能懂那样 又不懂这样 所以说 一个人在社会当中是微不足道的 连大海中的一滴水都不如 一个人的能力 最多只占得社会的微不足道的一微尘因子 即微小的一部分 就好如一粒灰尘那样 我们展演一看整个社会 可以说是各具其长 医生有医生的长处 军人有军人方面的长处 农业科学家有农业科研方面的长处 即使就艺术家的长处来说 又各有不同 音乐家会作曲 歌唱家会唱歌 绘画家会书画等等 如果说 个人的长处 就是个人的能力 那么 他单一的能力 就不能概括于 统设社会的能力 我们若再仔细观察 自己的能力 往往不敌其他众人的能力 其他很多人的能力 都比我们的强 那么 我们把自己微不足道的能力 投资于社会 说老实话 实在是非常非常小的 因此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还要自称自己有能力的话 那就只能像古人所说的 是一个胶齿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